前两天邻居家的南花呀出现了这个辅苗的情况 所以呢他赶紧拿过来给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然后我拿过来看了之后呢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其实出现这个岛苗的情况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他的花盆盆面还铺上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亚兰常见的水苔 为什么铺上水苔会很容易导致南花辅苗呢 我们都知道水苔它的保水性是非常的好的 一般浇了水之后呢 它有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干 而且呢我们把它铺在盆面保湿 就会导致呢湿度非常的高 在夏季高温再加上水苔这个高湿的情况下呢 就很容易滋生各种病虫害 严重的话就会很容易导致你的南花感染凉浮 出现这个浮苗导苗的现象 所以一般在春末夏初的时候 我就会赶紧把这个水苔给撤掉了 把水苔撤掉之后呢 你可以不给它铺面 如果想要铺面的话 我们就用一些透气性 逆水性比较好的颗粒石 比如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火山石 铺在盆土表面 盆土表面的透气性逆水性非常的好 而且又非常的干净 卫生不容易感染各种病虫害 也可以呢有利于南花后期的长势 要铺水苔呢 我们最好就是等到秋末或是冬季 湿度比较低的时候来使用就可以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